皇上 何大人回来了 嗯 宣 这个 皇上 小明敢跟您打个赌 何大人一定当着您的面撒谎 奴才何行叩见皇上 那你来不及了吧 谢皇上 何身呢 你那个刘大管家是怎么说的 据刘全讲 他已经看过那颗人头 他说绝非他所护送之人 怎么样 皇上 您看怎么样 撒谎了吧 那还是朕看花了眼不成吗 奴才不敢那样讲 刘全本来要随奴才一同进宫 当面向皇上禀报的 可是被奴才拦住了 刘全随奴才多年 忠心耿耿 料想他没有骗奴才的胆子 那好啊 明天一早把你那个刘大管家 带到宫里来 这要想见识见识 你这个忠心耿耿的大管家 是 明儿一早 奴才就带刘全进宫 皇上发眼如炬 一看就只真假了 何大人 这种小事还用得着 皇上亲自鉴定啊 有我弘历在 这么说 你比皇上还高明啊 何大人 我不是这意思 你不要忘了我弘历是狼中出身 狼中讲究什么呀 忘文问切呀 就算一个人撒了谎 他面不改色 但他的心跳 脉象是有所不同的 所谓做贼心虚嘛 嘿 只要我弘历 这把手往他脉上轻轻这么一按 真假立变 嘿嘿 何大人 明天一早啊 瞧好吧您呢 行 就这么说了 明天一早啊 让弘历当着群臣的面 给你那个刘大管家 把脉策谎 遵旨 弘历啊 怎么样啊 你是真有此过人之能啊 还是吹大气啊 嘿嘿 皇上 您就等着明天早上瞧好吧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不得而戏啊 皇上您放心 小明连这点把握都没有 那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得了 明天一早看你的了 小明告退 杀张警八的事情 皇上正在追查 多亏我在上面替你罩着 才不至于抓你到刑部过堂 这样吧 你先到保定 必必风头 没我的话 切不可擅自返回京城 听到没有 是是 啊 这袋银子 拿着路上用吧 谢谢大管家 谢谢大管家 路上要多戴个心眼 走吧 奴才参见太后 啊 借来吧 谢太后 哎呀 自从大梅出宫以后 也没人陪哀家说话了 这红礼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真是把哀家闷坏了 奴才就知道太后心里头闷 怎么 刚刚听的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连家都没顾得回 就小跑着来向你老人家禀报了 哦 什么好玩的事啊 是这样 太后 太后您不知道吧 奴才也是刚刚知道 真没想到啊 咱们那个红礼啊 居然是个半仙之体 胡说 那红礼 要说她的嘴皮子上的功夫吗 倒是有两下子 可是你说她是半仙之身 哼哀家不信 太后 medieval 太后说的是说的是 不过那红礼啊 是她自个儿在皇上面前这样讲的 未有人不信 太后 如果您不信的话 不妨试她一试 郎中 小白公公 这么晚了还没歇着 太后宣你 这就过去一趟 什么 太后宣我 太后宣我 我知道了 是不是和珅和大人 到太后那去了 是 我就知道 她得去找太后求情 走走 弘历 今儿个下午 御膳房做的翡翠虾仁包子 那真叫好吃 哀家 整整吃了有十个 吃了有十个呀 太后您可真是好口福 弘历 来 看看 哀家的卖相 是否正常 太后 完全正常 我在玉花园散步 低头一看 又 有这么大的一串珠子 太后 您好眼力 我的欣喜之情 犹如绝地的惊 高兴得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弘历 你看看我的脉象是否正常 太后 完全正常 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从草丛里 钻出了一只掉金白鸽的猛虎 这 这玉花园里还有老虎 你连太后的话都不相信了 我 我信 幸亏小白他们拼命护驾 哀家才没有让那个白虎抓着 我到现在还心有余计 这 来 看看 哀家的脉象是否正常 太后 完全正常 这 没有异样 没有任何异样 何大人 你看你呀 你真是啊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这弘历 明明是装神弄鬼 胡说八道 你还真信啊 太后 比奴才更聪明的人都信了 何况奴才啊 太后小 小的冤枉啊 我 我怎么就门口胡言了 不是说 你能把脉测谎吗 我 刚才哀家 就这么随口 胡乱的编了几件事情 你怎么就没测出来啊 等会儿 干嘛 等会儿 我问你 这欺君之罪该灭几族啊 行了 行了 何大人 算你厉害还不行吗 大不了明天金殿之上 我不给你的管家测谎了 反正皇上也是火眼金睛 就算是不说话 也能辩出真伪 你说得轻巧 你在皇上面前 夸见那么大海口 就怎么轻易下台阶了 那 那你要我怎么办 太后 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吧 太后说什么来着 对了 说你是满口胡言 由此看来 明天你不在皇上面前 露一手的话 那何某就很难顾及 你我的情分 要告你个欺君之罪 证人吧 我想太后一个人就足够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让我在皇上面前 撒谎是不是 证明你的管家 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可没那么说 你是个聪明人 何去何从 你掂量掂量 真会玩人哪你